BABY LOVE M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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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 我現在呢 人在青麥旅居 那這一次呢 待在泰國青麥 我預計會住40天左右 然後會跟我的男朋友一起住在這個公寓裡面 然後我現在呢 已經化完妝呢 準備要去外面的咖啡廳工作 這邊青麥的咖啡廳其實蠻多的 然後很多都是數位遊民 就是線上工作的那群人 然後他們可能會在世界各國工作這樣 然後因為我也很嚮往這樣的生活 所以我就決定來青麥旅居 這也是我當初為什麼會選擇來這邊的原因吧 偷偷告訴大家 我身後就是我們這次住的公寓啦 其實這間公寓兩個人住的話還蠻寬敞的 然後我男朋友他剛進門的時候 有錄一段Room Tour 所以我就來一段VCR 這間是我們在Airbnb上租的短租公寓 房東是華人所以可以用中文溝通 離市中心走路只要12分鐘左右 而且一個月的房租大概只要16000塊 超級划算的 而且這個房間採光很好 我超喜歡的 我們現在呢 要去青麥大學裡面的咖啡廳讀書 因為這一間呢有很多的插座 然後位置也很大 有很多大學生都會來這邊 甜甜 這邊呢是他們的語言學校 有學泰文跟英文的 我們到了 他是在青麥大學裡面的咖啡廳 很漂亮的一個建築物 我點了一杯焦糖馬奇朵 然後我男朋友點了招牌的拿鐵 截完這樣之後就會拿到兩個小時的密碼 我剛剛剪完影片現在在上傳 前陣子我的電腦進水有點小壞掉 很怕他等一下突然當機 我剛剛剪好影片現在要來發布啦 我發現這邊真的超級多數位有目的人 因為剛才說我們旁邊就是一個外國人 然後就問我說我是做什麼的 我就說我是做YouTube 他看起來也是在遠端工作 所以我覺得這邊真的還蠻多這種人的 希望可以認識更多人 然後這間店能開到六點 所以我們要準備回去了 去吃個晚餐 因為這附近呢是青麥大學 所以有一些夜市可以逛 所以我們打算等一下呢就去逛夜市 我們現在來逛青麥大學厚門夜市啦 這個玄武店好可愛 給你 真的嗎 真的嗎 你好 卡比巴拉 他沒有說要買給我這個冰淇淋 或是這個棒冰花 謝謝謝謝買了買了 我們剛剛逛街完之後呢 原本想說要來吃青麥大學厚門夜市裡面的一個小火鍋 是那用太北小火鍋 結果呢它沒開 所以我們就來旁邊的燕窩店 吃一碗燕窩 然後等一下再去找其他的餐廳 然後這個燕窩呢 好像是小龍叔很多人都推薦的 一碗才70塊 算是平價的燕窩 所以我想來吃吃看到底好不好吃 一碗長這樣小小碗的 其實我很少吃燕窩也不知道它味道怎麼樣 還滿甜的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二家的泰北小火鍋店 然後後來我們是直接打Boss呢 就直接到這一間店了 其實我們剛才已經經過這邊兩次 但是都沒有發現這間店 所以我們又回來這邊點了小火鍋 這裡的小火鍋很便宜 只要100泰銖而已 所以我們後面呢就點了一個雞腿 然後再加一個火鍋 兩個一起吃才180塊 超便宜 這是一個非常local的地方 然後沒有冷氣這樣 我們的火鍋來了 左邊呢有一盤青菜 然後右邊有一盤雞肉 有雞肉 看起來超嫩 蘸一點醬 你醬很特別耶 辣辣的 哈囉大家早安 現在已經是1點11分 大家看我現在好像很有精神 因為我最近去做了睫毛 看起來有點兇 然後等一下呢我想說做一點早餐吧 因為最近一直外食 就吃得有點不健康 所以我昨天晚上呢就跟我男朋友去 一個很大的mall 然後採買了一些食物 還有青菜那些的 所以我想說今天就自己煮早餐 剩兩顆雞蛋 把它煮一煮包 剩下的雞腿 好 好 好了 我們的飯好了 我們煮了雞蛋 然後這個青菜 我覺得這青菜不好吃 可能是因為它本身就有點苦吧 因為我真的分不清楚青菜有什麼種類 然後我以為它是地瓜葉就買了 不是地瓜葉 然後我們煮了白飯 我男朋友在添飯 等他一下 開始自己住之後 每天問我男朋友的事情就是 欸 下一餐要吃什麼 所以最後我們的第一餐都是自己煮的啦 這也間接幫我們省了不少錢 嘿嘿 我剛才等他拍完片之後呢 我就會去化妝啦 現在我們兩個都已經打扮好 我們要去Maya的自棋室裡面工作了 所以我就看我帶了一個超大的 盤布寶 我男朋友背了我的電腦 那我們要出門啦 哇 這個鄉村的感覺 藍天的好漂亮 麻雅到啦 就是這個生活購物中心 這家是位於Maya五樓的CAP 買了飲料之後就會獲得Wi-Fi密碼 最後跟大家交代一下 為什麼我更新這麼慢好了 其實原因是因為我來泰國的第一天 電腦就泡水了 螢幕整個爛了一半 加上我的硬碟因為傳輸檔案到一半就斷電了 之後再插上去就再也讀取不了了 差點還要花4000泰銖把我的資料給救回來 而且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的記憶卡也燒壞了資料 只能救回7成的數據 只能說我在泰國真的是3C水泥 現在呢我換了新的電腦 也把所有的數據備份好 救回來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耐心等等 我馬上就會恢復更新啦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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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囉